谢谢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最后想请国安局蔡局长 请蔡局长 蔡官午安 局长你好 局长就您所知 台湾目前有没有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组织在台湾境内活动 目前应该没有 那你觉得对台湾的这个安全 或者治安 或者人民的生命产生安全 威胁最大的 是哪一个国际恐怖组织 事实上国际恐怖组织 因为台湾基本上不像美国 它是一个大国 所以我们树敌不多 所以基本上 我们没有发现国际有哪一个恐怖活动 是以台湾为家常对象 那我认为有 我觉得对台湾这个安全 人民身家财产安全 国土安全威胁最大的 国际恐怖主义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 解放军它有一千多颗导弹 对准台湾人民 它是不特定的不特定人事嘛 它制造台湾的内部的这个 分软分烂 所以你认不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 是对台湾威胁最大的 国际恐怖组织 我认为是威胁最大的 但是不能把它界定为 是一个恐怖组织 有啊按照你们定义啊 它是这个极端的暴力行为啊 它以不特定民众做攻击对象啊 它当然是不满台海现状 它说我们这个主权问题 这个酒脱未决 它当然会遂行它的这个攻击目标啊 所以我觉得本席认为啊 对台湾安全这个威胁最大的 它的国际恐怖组织啊 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解放军 这个组织的头啊 就是当然是 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点同意吗 不如你同意没人 我都问你 哦 我已经给你报告了 基本上就是说 它是我们的 对我们的威胁影响最大的 但是因为国际恐怖组织 它有一个 我们都学国际政治 当然对恐怖主义有一定的定义 对主要活动在这个 比较活跃的国际恐怖组织 我们都一定的了解 但是对台湾这个 你说台湾不是一个主要的目标嘛 除了不是美国日本或者英国这个大国 那台湾事实上也面临到 这个类似于国际恐怖主义啊 所以按照你的定义 我说中华人民共和解放军 也是属于国际恐怖主义啊 不过员您的定义我们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定义 你也念过相关的国关的理论嘛 恐怖主义当然有它的这个目的 有它的定义嘛 它的定义就是为了政治目的嘛 那你认为这次的这个 高铁这个 这个炸弹 你认为是恐怖主义还是一个重大的治安事件 包围我给你报告 事实上 就你这两个人 就说我们对严谨的比如讲恐怖活动的定义 它是并不符合了 但是它的恐怖的攻击的手法 我是认为跟恐怖分子攻击的手法是完全一样 但是它的整个规模 或者这个引起的社会的这个恐慌 你重大治安事件跟国际恐怖主义或恐怖主义 这对民心的这个影响是很大 差别很大 对没错 好那我问你 如果你认为这是类所谓恐怖主义 或者类恐怖攻击行动 那白米扎安科算不算 不是委员 他当时并没有饶 因为他是未睡饭 没有成功嘛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成功把它当作恐怖 然后把所有的机关都动员了 事实上会不会又变得饶不过多 所以你们就是要有明确的定义 就明确定义 你在什么时候你要起这种一级应变 你什么时候起动二级应变 那一级应变你有哪些这个作为 比方说一级应变的时候 你这个港口 这个机场 你都加强管制嘛 或者是重要的这个公共场所 你就加强这个安全嘛 委员我给你报告 这个 其实这一些 因为就国安局来讲 我也给你报告 国安局 国安局是情报的收集跟原整 国安局不是一个行动的指挥单位 那行动指挥单位是国土安全部吗 对对不是是行政院国土安 对嘛是行政院国土安全部嘛 对那国土安全部的主任 他是做决策的判断吗 没有他应该他有一个决策判断是谁 决策判断是谁 国土安全政策那个嘛 是副院长嘛 他有一个机制啊 他的赵景言是院长嘛 那是院长做是否要一级开设 一级应变作为还是二级应变作为 对对对应该是 那这一次这个高铁炸弹客啊 那你们应变的作为有哪些 不基本上我们一开始 我问那个国安全部的主任 主任你